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怀疑逃生梯打开之后 有乘客滑落时受伤 警方和消防到场救援 其他消息 探索贴达尼号残骸的时候失踪的深海观光潜水器泰坦号 证实发生内爆解体 里面的五个人已经离难 经过连日在北大西洋搜索 救援队伍利用深海无人潜水器 当地星期四早上在海藏 发现属于泰坦号的碎片 救援人员说 发现的碎片主要有五块 最先发现的是泰坦号尾椎部分 之后还发现两块压力仓的碎片 还有着陆架 认为和灾难性的来爆 情况吻合 由于泰坦号没有黑盒 碎片大上岸之后 调查人员将会用显微镜尋找破损结构 以厘清事发的情况 按照原定计划 泰坦号用大约两个小时下沉到铁达尼号残骸 观光几个小时之后 再用大约两个小时上水面 美国海岸防卫队推断 事故可能发生在泰坦号下潜最后阶段 又说搜救期间放置的星纳浮标 没有侦察到潜水器内炮的声响 华尔街日报就引述美国海军官员说 海军用来侦察敌方潜艇的水下船感器 曾经在潜水器失联位置附近 侦察到同内爆或者爆炸相符合的异常反应 随即将资料分享给搜救队 外电早前报道 涉事泰坦号早在五年之前 就被质疑存在安全隐患 根据泰坦号母公司海洋支门网站资料 公司声称泰坦号是和美国泰坦总署 波音公司和华盛顿大学 合作设计和建造 波音和华盛顿大学分别发声明 否认参与设计和建造潜水器 美国泰坦总署早前都说 只是就潜水器设计提供咨询 未参与制造或者测试 无线电视记者朱少林不留 泰坦号发生内爆解体 有专家说 情况走着用针 刺破气球 爆炸一般是因为物体内部压力增加所折 而内爆是只受到猛烈的外部压力 令物体向内挤压 从而瓦解 今次泰坦号前往的铁达尼号残骑 位于水下3800米 压力大约是地球表面大气压力的380倍 有专家说 泰坦号外壳即使轻微断裂 都可能引致内爆 可能是一瞬间发生 就好像用针刺破气球那样 大部分潜艇和潜水器的压力仓 都是由单一金属材料制成 通常是钢或者钛 但泰坦号的仓体以碳纤维和钛两种材料制成 专家认为泰坦属于弹性 相比之下碳纤维比较坚硬 弹性不够 在深海下 两种材料可能会分开 削弱整体结构而引发内爆 而电影《铁达尼号》导演占士金马伦 为拍摄电影做调查研究 曾经下潜到铁达尼号沉没为止33次 之后成为深海探险家 他也质疑碳纤维技术 他形容铁达尼号和泰坦号的悲剧很相似 又说泰坦号下潜仍然属于实验活动 不应该收钱令不是深海工程师的乘客 冒性命危险 有本港工程师就说 可能是潜水器供养设备循环系统的石灰粉有淤塞 释出的氧气变得有毒 令潜水器内的人短时间失去知觉 导致潜水器失控而出事 变成了一只船不是由人去控制 而是自己去控制 它可能很快就会撞到铁达尼号 里面一些橫架或者支架 刺穿了那个船的外壳 甚至乎有机会打入它内潜 而导致内外的压力不相等 所以就是引发了它那个分体的情况出现 这次并不是潜艇或者潜水器第一次发生内爆 早在1963年美国核潜艇长尾沙号 就在马萨珠塞州外海下潜期间内爆 129人离难 无线迪士记者 昨天三报道 五个死者中包括英籍巴基斯坦富商达乌德 和他的儿子苏莱曼 屋企人透露苏莱曼出发之前表示对旅程感到害怕 但是为了被爸爸在父亲节开心才选择一起去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 有民众对英籍富商达乌德父子弥难感到伤心 48岁的达乌德是巴基斯坦一间大型化肥公司的副董事长 他的家族被称为巴基斯坦最富有的商业家族之一 他19岁的儿子苏莱曼是格拉斯哥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 商学院一年级的学生 达乌德的姐姐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透露 苏莱曼曾经对今次旅程感到害怕 他又说苏莱曼原本不想参加观光团 但出发当日适逢是父亲节 为了和对铁达尼号感兴趣的父亲 经历一次难忘力险 令父亲开心 最终选择一起登上泰坦号 另一名死者58岁的英国亿万富豪哈丁 是迪拜一间私人飞机公司的行政总裁 也是探险家兼飞行员 在伦敦出世的哈丁6岁的时候跟随父母移居香港 期间入读山顶小学 到11岁才迁回英国 每日郵报报道 在泰坦号下潜后失去联络 多国加紧守救之制 哈丁曾就读的剑桥学院 举办一场以潜艇和深海探索为主题的舞会 并且播放电影《铁达尼号》主题曲 哈丁的家人批评下方不尊重死者 无线电视记者沉为山不道 有美国记者说 以往都试过采用这一类的潜水器 到铁达尼号残骸探险被困 促请各界停展一项观光 本港旅游界就说 近年多了人查询深海游 但始终是小众活动 本港旅行社没有引入相关产品 观赏铁达尼号残骸的深海潜旅游 多年前已经有 美国科学家兼记者吉伦说 2000年曾经从俄罗斯潜水器 参观铁达尼号残骸一度被困 他促请不要再有这一项观光活动 他强调那里不是观光景点 而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 是一处需要被尊重的地方 有本港旅游业界说 过往十年越来越多人查询深海潜艇油 不过本港没有旅行社举办这一类团 立法会旅游界议员说 原因是这一类活动 一般有特定渠道接生意 他说坐潜水艇下潜几十米的欣赏三湖等的浅潜中潜旅游一直都比较受欢迎 相信今次事件不会影响市民参加这一类活动的异欲 始终相关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安全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不道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继续新闻时间 先看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下跌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连跌第五个交易日 纳斯达克指数曾经跌超过1%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3,774点跌17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56点跌24点 美国联邦处备局部分官员谈论货币政策去向的语调强硬 美股受压 环球主要股市下跌 也都影响大肆表现 导致初段跌300点 气候跌势减弱 主要股份类别全部下跌 其中科技股和原材料股的表现比较差 其他消息 运输署下个星期一起 联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家强巡查 打击违规使用2元踏车优惠 至少会维持两个月 住方说可能检控涉验违规的人 为了打击滥用2元乘车优惠 这批港帖、巴士公司职员 下个星期一开始将联同运输署职员 以及外判保安员组成三人小队 在各个港帖站、巴士以及小巴站 抽样查验使用2元优惠的乘客 要求出示身份证、白达通或者落油卡 核实是否符合资格 整项行动至少维持两个月 厨房希望可以警惕滥用优惠的人 过往我们做一般给差价我们就放行 但今次的打击行动 我们是视乎情况可能会提出检控 正如我所说如果检控的话 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监 我们希望市民都是阻击 不要滥用这个计划 会视乎案情会交给警方 跟进、调查、甚至是检控 或者我们遇到如果不合作的乘客 在查核的时候 警方都会提供适切的协助 我们就会即时叫他交付加费 如果其实他们我们发觉 他有逃票他不肯交付加费 而且他有一些多次的违规使用 这些优惠的话 我们是会作出检控 接下来星期日开始 港铁也都会将违规使用优惠 以及逃票的罚款 由500元上调至1000元 轻贴和港铁巴士 就由290元加到370元 不过巴士、杜伦的刑办商 处理滥用优惠以及逃票各有其规则 将来当局又会不会一并检视 甚至或一呢 做了一连串这些行动之后 我们会看看成效 如果有需要 看看需不需要检视法例 或者是方便我们更加容易执法 那这些是日后做了这个行动 检视了之后再去看的 九巴、龙云以及城巴、森巴都说 会积极配合政府打击滥用优惠的措施 一旦发现违规呈客 会要求对方缴付恰当车支 至于2元乘车计划下 长车短搭令到政府资助额增加 运输储重新 未来会加强宣传教育 运输储指现时的重点是打击滥用的情况 会视乎打击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曾子盈报道 三个位于张军澳的过渡性房屋 合共超过1000个单位 全部会在今年内入伙 即日起一年三日设职场报名 三个过渡性房屋 包括距离张军澳港铁站 5分钟步程价补入路入停居 提供413个单位 预计12月入伙 8至9月就可以入伙 所夹有位于唐延街价延停居 有282个单位 还有保林北路 有384个单位的保停居 同样轮近港铁站和巴士站 三个项目都提供1至4人单位 面积由107尺至265尺不等 所有单位都设计独立洗手间 煮食空间和热水炉等的设备 一人单位的租金2500元 四人单位4900元起 截到5350元 申请者需要轮后公屋三年或者以上 或者居住在不识设住所 项目由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兴建和营运 有市民到观堂的办事处厅检介会 并且即场报名申请入住 我来到香港一直住房子住七年 搬了七年 所以最认真是 我真的是无法控制到自己 之所以我那么急 中心说三个项目的反应热烈 至今共收到超过900宗申请 我们都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这几个项目都是在市区兴建 我们估计有个地理优势在这里 都方便得到居民 都应该的入住率都应该会理想 这一次即场报名的模式都是第一次做 令到居民如果有一些个别自身疑问 他们可以立即问得到 即社工解决得到 市民可以在星期日之前即场报名 亦都可以选择在网上提交申请表格 三个项目将在下个星期五中52点截止申请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俄罗斯计划在澳洲建新大使馆的风波 俄方上诉至澳洲最高法院 澳洲传媒报道 有疑似俄罗斯外交人员 占用使馆选址选址途地 澳洲国会早前基于国家安全问题 禁止俄罗斯租用位于坎培拉 邻近国会和中国大使馆的土地 兴建新大使馆 澳洲传媒星期四报道 一名相信是俄罗斯外交官的男子 星期日开始居住在该处临时搭建的屋内 澳洲联邦警察对他进行监视 但由于有外交豁免权 无法对他作出拘捕 俄罗斯大使馆拒绝回应那个男人 是不是俄方外交人员 总理亚尔巴内塞星期五公开表示 俄方做法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阿尔巴内塞又说 对当局的立场非常有信心 会维护国家安全 俄罗斯驻澳洲大使馆 已经向澳洲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要求当局维持俄方对有关用地的租药 以兴建大使馆 俄罗斯说自2008年获得租荣许可 已经在该处投放550万美元建设 有法律专家分析说 俄方占用有关土地的做法 在法律诉讼中并没有优势 无线电视记者从未三报道 泰国曼谷一间中学火警演习期间 有灭火筒爆炸 一个学生死亡 示范在昨天的上午11点多 消防到一间中学演习 示范使用灭火筒的时候 一个20公斤重的二氧化碳灭火筒突然爆炸 参加演习的一个男学生死亡 另外有多人受伤 效果陆续疏散其他学生离开 初步调查说 灭火筒长时间暴露在阳光和热力下 引致到内部压力膨胀爆炸 欢迎收看世界观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 就两项涂碎和一项非法持有枪械的控罪 早前同检察部门达成认罪的协议 可能避免入狱 共和党就批评司法部有双重标准 这件事对拜登的选情有什么影响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华盛顿 为国事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安排蔓延 拜登的儿子亨特在场招呼奔赫 美国司法部早在2018年 几多日拜登未当选总统之前 对亨特展开调查 说他在2017年和2018年 每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 不过他没有按时去交每年超过10万美元的入息税 一旦逃税罪成 最高可以被判囚一年 亨特又被控在2018年10月 在他滥用药物期间 曾经非法持有枪械11日 这项重罪最高可以判囚10年 直至到星期二 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向法庭提交文件 说亨特就两项比较轻的逃税指控 和检察部门达成认罪协议 并且接受两年的换形 至于非法拥有枪械的指控 就达成另一项协议 据报司法部不再起诉亨特 条件是他要在两年之内计计 并且同意永远不再拥有枪械 亨特将会下个月26日 去到特拉华州联邦法院认讯 如果联邦法官批准相关凝职协议 以为亨特可能获判换赢 不用入育 拜登星期二在加州出席活动的时候 简短回应这件事 今天是特拉华州联邦法院认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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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亨特可能透过认罪协议被国入狱 引起共和党的关注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批评是双重标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网上贴文 说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很腐败 即是向亨特开出交通负担 特朗普早前就不当处理机密文件 向验声给掩口费等等 面对多项的刑事控罪 而他和拜登已经表态参加明年的大选 在拜登2009年担任美国副总统之前 亨特已经做律师和税客 曾经是一间金融机构做副总裁 美国共和党一直质疑 亨特曾经利用爸爸的人脈 在中国和乌克兰有可疑的交易 2014年当年是奥巴马政府执政 拜登出任副总统 乌克兰最大私营天然气公司 就邀请亨特加入董事会 当时外界就質疑 相关的活动有利益冲突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有评论说 笼罩亨特的阴霾正消散 不过共和党宣称亨特和他的家人 在2015至2017年间 由海外收取超过1000万美金的报酬 有当地学者就认为 共和党和民众仍然会关注亨特 另外有内地学者就认为 对于美国部分中间选民来说 亨特的风波未必对拜登的选情 带来足够的杀伤力 又说亨特认罪是战术 想反映美国法律没有偏袒民主党 反而对官司前身拒绝认罪的特朗普 带来压力 路透社近日有文调说 大概七成半受访的共和党人 认为亨特有特殊待遇 另外有三成三受访的民主党人 有相同的想法 这场风波对美国大选 今后的影响是如何 值得关注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欢迎收听无线财经快信 我是陈雨桥 美国股市下跌 道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连跌第五个交易日 纳斯达克指数曾经跌超过百分之一 道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3,761点跌18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55点跌26点 美国联邦处备局部分官员 谈论货币政策去向的语调强压 美股受压 环球主要股市下跌 也都影响大肆表现 导致初段跌300点 其后跌势减弱 主要股分类别全部下跌 其中公用股和原材料股的表现比较差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连跌第五日 其中英国和德国股市跌至上个月31日以来最低 法国股市跌至今个月1日以来最低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40点 法国KAC指数跌39点 德国DEX指数跌158点 美国联邦储备局官员对利率去向意见分歧 下年有货币政策决策权的三藩市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戴利说 今年加息多两次是非常合理的预测 但这个只是预测并非定案 他又说十分支持今个月暂停加息 以观察经济数据表现 说考虑到利率迅速上升 并且可能已经接近目标 现在谈慎的做法是较过往更缓慢 和更小心行动 同样在下年有货币政策决策权的 阿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博斯蒂克就认为应该停止加息 他表示联邦基金利率正是处于温和压抑制性水平 应该足以令到通货膨胀下降到百分之二目标 又说根据目前的数据 利率应该维持在现水平 直至明年较后的时间 衍生集团发刑警预告截至今年3月底子年度 亏损大约5000万元 较前年度亏损额高2.7倍左右 主要由于防疫产品销售因疫情放换而减少 以及前年度出售资产有800万元的收益 长实集团上月提出收购英国上市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已经获得超过五成表决权接纳 长实上月提出以每股80便市 收购英国房产信托基金 作价格公布收购之前收市价 日价超过四成四 总代价约48亿1000万港元 那个基金持有资产包括专业支援房屋 和家居狐狸房屋 专门向18至25岁 有长期学习障碍或者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士提供住所 美元最新汇价 美元汇价对日元卖出价143.742 英镑1.2709 瑞士花狼0.8975 欧元1.0892 谢谢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再会 大家好 我是陈雨桥 车立各国际机场有客机在跑道怀疑爆胎 逃生梯打开 初步消息说有18人受伤 陈金布在现场讲一下最新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在机场的2号检查站那里 在这里都偶然有一些救护车和警车在这里进出 而车上有没有伤者都暂时未知道 而在停机坪那边我们都还是见到有少量的一些救援车辆在 相信这个救援行动和调查都是进行中的 说回其实这班涉事航班是国泰航空的CX880 原定是凌晨凌时由香港飞去洛杉矶的 而是 据了解这一架波音777的客机在跑道加速起飞的时候 怀疑机件故障就终止了起飞 而起落架上面的机轮就怀疑过热而爆梯 飞机就其后就自行滑行回去的闸口 停定之后就部分的紧急出口就打开了 而乘客就是透过这条的逃生滑梯去疏散 而据了解这一班的航班上面是再有294个乘客和17个机组人员 我们会在这里跟进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回给新闻部 谢谢陈金宝 我们发现网上近期有不少的跨境外卖服务 中介人在内地代舅餐饮外卖再运来香港交收 小卫会提醒 若果有任何食物问题或者争论要追讨有难度 内地不少网红店大排长龙 亲身去光顺也都要用不少的时间 有没有想过不用过关 在香港都可以品尝到 内地社交网站小红书 近期不少的贴文声称 可以代为在内地反向代救食品和饮品 南下到本港 如果买不够100元人民币 运费大约20至30元人民币不等 饮品就零计 每杯收5至15元 每日大约中午前落单 即日下午就可以送到 在港铁沿线杂机附近交收 但过海就较少 我们落单叫做一杯冻饮和两份榨物 收据显示送货员下午大约1点半 到深圳蛇口一间食肆收货 大约4点送到红磡港铁站 他当时还有其他的货在身 但他说落单叫饮食的不算多 最多反而是这一个 饮品送来的时候是有保温袋装着 外表还是有点凉 不过食品就只有一个胶袋包装 每一份包装已经是没了热度了 打开包装之后 饮品有干冰保温 但里面的冰已经融化了 外卖的食品外表已经全部变淋 小卫会说食物经过长时间的运送 在没有妥善保温之下 食物容易滋生细菌 一旦进食之后或者会有不舒服 要追讨责任或者赔偿也都比较困难 整这些食物的食肆在境外 就已经不受我们本地的法例 那方面的规观 如果这个中介人是没有任何商业的登记 又或者没有任何营运的地址 纯粹是一些个人那方面提供的服务 消费者怎么去追 就真的私下自己去打官司 很多时候的消费者就会觉得 我所花费的金额不是太大 那时候就很多次 最多就是去投诉他 又或者猛追那个人 但是就了无音信 然后也都是追讨不了的 消费会又建议市民 要留意外卖服务中介人 有没有商业登记 或者能不能够清楚 给消费者知道 有妥善的送差设备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 本地劳动人口持续流失 不少零售店铺只有一个人当值 有公司说影响业务扩展 政府放宽补充劳工计划 容许包括售货员在内 26个低技术工种输入劳工 但是有业界代表说 仍然持观望态度 执货 清洁 这间过千尺店铺的大小事 都是由一个店员一脚踢 人有三急都只能够行快几步 解决完立即归位 这个情况无论疫情期间 还是疫情后都没变过 一个人 如果我拿东西 那是否要等一等 我做不到这么多 有很多人说 员工不理他 有些人请进来 工作量大 他们回了一两天会走了 不够人手 店铺营业时间需要缩短三个钟 类似的情况 在这间连锁家品店 超过30间分店都有出现 影响大约一至两成的生意额 亦都阻碍了扩展业务 人手都不够时候 有一些续约的时候 其实是否还要继续去坚持住 继续那些店铺 变成取舍之下 也有过去有几间店铺 都是决定人手不够 要关上去算了 门口或者登一些广告去请人 其实没试过 整个月是没有人进来见的 他说全线现在缺少大约两成人手 相信输入劳工可以填补到 语言有问题的 我们就安排一些同事 做专系负责 做上货 一些执货的工作 也都在语言 或者一些培训方面 我们都看一看 怎样可以配合到 而令到他们可以提供一些 应有的服务 给到我们的顾客 类似的一人看铺情况 在尖沙咀多个大型商场都有不少 有店铺在午饭时间 属性落集少优 零售业界代表估算 整体欠缺大约3至4万人手 支持政府放宽 包括售货员在内 26个低技术工种输入劳工 但是仍然需要观望细节 在里面细节的申请 和过去的分别多少 其实现在我们都是探讨着 如果政府可以安排到 劳工署和业界 有些不同的会议 可以具体了解他们如何申请的话 我相信会方便到业界 富汗内地有十几家 国家认可的人力培训公司 建议可以合作 先为内地劳工 因应香港市场做职前培训 令他们加快投入市场 母线市记者 侄缺密度 全港运动会明年会复办 新增三人篮球空目 各区下个月起至到明年一月 选拔地区运动员 主办单位说 因为区议会交接等问题 将会改同问政事务处合办 一 二 三 两年一度的港运会 上届因为疫情停班 明年重新举行 更加有不少新移 有八个项目 包括田径 游泳 冰泵 羽毛球 网球 排球和五人足球 新增三人篮球 特别近几年三人篮球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而在奥运会也有比赛项目 而我们最近香港在特首司政报告里面 其实也是推动了一些城市运动和新兴运动 而三人篮球也是一个较为最热的一个普遍 迎合了香港体育文化 特别年轻人体育文化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迎合大家所需要 将五人篮球转到三人篮球 田径和游泳等个人项目 这一届比赛将会增设分龄赛 分别是15岁或以下 16至17岁 和满18岁三个组别 希望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至于对制赛就不设分龄 今届港运会 新增霹尼舞 运动攀登和滑板等的示范项目 也会举办全民参与的活动 包括精英运动员示范 啦啦队大赛等等 希望带动全城的体育气氛 各区下个月开始 去到明年一月 将会选拔地区运动员 运动会过往会和区议会协办 今年就会有改动 今届区会任期 就到今年年底已经结束了 也正正因为交接的问题 和区议会架构的改革 也在讨论当中 今年我们就转移 找到民政事务署 各个18区的民政事务署 去帮忙合作做这个工作 我相信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港运会也会举办 残疾人士体育比赛 包括轮椅南球挑战赛等 康文处也正在研究 可不可以放宽 给精英运动员都参加港运会的比赛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长期报道 港铁七一透过秋长送出 7万1千张免费本地车飞 和26张全年免费车飞 兴铁和港铁巴士当日也免费 秋长透过港铁手机应用程式进行 免费车飞不包括机场快线 冬铁线头等 来往罗湖落马州车程 或者高铁 兴铁、港铁巴士 七一上车就无需拍卡 但是不包括东铁线接驳巴士 而兴铁和巴士服务转成优惠 当日也不适用 日本计划今年下季排放核污水 工联会调查发现 超过八成受访本港市民 说对事件表示关注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 即将将经处理之后的核废水 排放入大海 引起周边地方的关注 工联会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 电话随机访问大约六百个市民 近八成受访者说 不赞成有关排放计划 大约六成三说 将会减少购买日本进口食品 过半受访市民说 将会减少到日本旅游 超过四成受访者说 希望特区政府加强对日本进口食品 进行幅射检查 近两成认为应该全面禁止 日本所有水产相关产品进口 对于港府曾经表示 日本一旦排放核废水 会禁止福岛在内的 多个高风险远的水产入口本港 含蓋范围或较现时的做法多 又会抽验更多不同类的辐射物质 工联会认为 当局应该抽查 所有入口的日本食品 而非个别高风险地区 如果我们整体抽查某些地点 其实是不足够的 现在其实流动是非常大的 换言之 整个日本任何地方 都有可能进口核污染的食品来到香港 你说抽查多一倍多两倍 减少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 一些异地加工 包括甚至乎有些人担心 会不会有些其实是福岛产的 它在日本国内不知道怎么转来转去 又打包变了其他的原市 现时食安中心每个月公布 日本进口食品检测结果 工联会说应该增加到 每个工作日都公布有关数据 增加公众的信心 无线电视机制在纳维尔报道 代地近日传出会兴建第二座迪士尼乐园 有学者认为会不会成事 要视乎选资的人口基数 交通条件等因素 记者邓杰盈在上海了解过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 下着雨都无了游客游缘心情 现在内地只有上海迪士尼乐园 如果兴建多一座 游客又怎么看呢 方便一点 现在只能来上海 起码人不会那么多 最少应该排队的话 应该不会那么长 像现在可能排队 有些项目可能就时间很长 两多多小时 青岛 武汉 天真 成都等城市 都曾经传出会兴建迪士尼乐园 武汉市当局组前说 当地商务局刚刚和迪士尼 展开初步合谈 推动达成项目落户意向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代表就说 有关消息不实 由专门研究中国主题公园的学者认为 兴建乐园能够推动地方发展 提升竞争力 因此人气关注 有影响力的主题乐园来讲 它会拉动当地的交通 酒店 商业 积业 税收 上海 浦东 窗沙那个地方 原来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么因为有迪士尼乐园的入住 政府从交通 能源 积业等等 它都给了极大的支持 中国旅游研究院2021年 亦发表报告说 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元头三年 固定资产投资和乐园消费 分别对上海全市生产总值 远年增加百分之0.13和0.21 对于内地未来 会不会出现第二座特士尼乐园 学者认为涉及很多因素 这个区域的人口基数 这个区域的经济条件 这个区域的交通条件 文化 天气候和人们的消费偏好 他又说国际主题公园 落湖的时候 也都会考虑投资回报率 选址非常谨慎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仁在上海报道 语点资 语点资产投资回报道